冷气团的强度 尤其礼拜五清晨 在配合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我们不排除中部以北 宜兰花莲 有可能会有10度至12度左右的气温 空旷地方有可能会在低个1到2度左右 而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 预期影响到礼拜五的清晨 礼拜五的白天之后 冷气团开始减弱下来 因此白天的温度会明显的回升 我们预计礼拜五白天 不只是中南部 甚至连北部高温都会回升到20度以上 所以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形态 接着关心疫情 春节防疫持续守住 今天是连续第四天的零确诊 而大家引颈期盼的采购国际疫苗最新的进展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核准了 AZ牛津疫苗的紧急授权 这个代表意义是COVAX